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超銀河紅蓮羅元的詳細強度分析 首先這個型態會用在哪裡呢? 主要是你要超暴力的平砍 這隊是能夠破百億的一個實際輸出 可以說是目前真的最誇張的機械組合體了 甚至那個整個平砍的感覺我是覺得是超過現在當今的所有隊伍了 好,那這個主要的隊長技能呢 雖然說倍率是沒有之前跟大哥 就是還沒有長到之前的西蒙與大哥合體 那樣子來的暴力 不過這隊主要的傷害來自於他的隊伍技能 所以稍後也會為大家做介紹 這邊主要來看一下這個合體的觸發條件 首先第一個,你必須帶成長過的西蒙才能玩到這個合體 第二個就是他必須與他的夥伴放在旁邊 相鄰的位置才可以有這個合體 不過有注意到嗎? 你要玩到這個型態,你等於要占掉四格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一隊能夠帶的隊員就比較少了 再更甚至他的隊長技能限制的只能是這個系列 隊伍中只能有這個系列 所以他並不像是之前與大哥的合體 之前與大哥的合體 在這邊 與大哥的合體的這個型態 他是可以再額外多帶一個機械組的 所以牛棚會比較廣一點 那這個型態就沒有辦法帶了 所以很可惜 這個主要就是 就是大家這個系列所看到的所有解敗能力 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他有一些這個系列沒有辦法解的一些盾牌 比如說像是水公盾 類似這種感覺的盾牌 這隊可能就是這隊的致命傷了 好 那這一隊在合體過後的隊長 跟之前大哥最不一樣的是 他這邊有這個消除屬性珠的額外增傷條件不一樣 最高是三倍 不過這個必須要消除多種屬性 這個在開上庸子之後 沒有光暗珠的情況下 這個倍率自然是比較不好達成了 不過反觀 之前與大哥的合體 只要消除強化珠 就有額外的兩倍增傷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可以說是平砍能力比較低 再來是他的基礎倍率也比較低 這邊是有整隊6.5倍的攻擊 不過之前與大哥的合體是整隊6.5倍之外 大連紅團的成員再有額外1.2倍的攻擊力加成 所以 事實上這邊就少了這個攻擊力 額外的1.2倍加成 所以 就以隊長這個上面呈現的數字來講 是比大哥 之前與大哥合體來的低了 這個是必須要注意的事情 不過他的減傷幅度會更高 有50%的單邊減傷 以及必研的秒數會更多 之前與大哥合體的型態 是只有40%減傷 以及1秒的必研增加時間 不過大哥還有多一個星珠兼具50% 那這個的話是完全沒有減巨珠的 所以這一隊比較致命的缺點就是 太綁定於火珠這個攻擊珠了 這是這隊真的比較目前看得到的缺點之一 再來是他隊伍技能其實也沒有給你兼具珠 所以這隊在玩起來 會 你會發現到他平砍的幅度會差很多 主要來自於 你白面上面的火珠的數量 不過這一點是可以 透過你副隊長不同的搭配去做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解決 像是如果你覺得沒有星珠兼具 這個很困擾的話 你可以副隊長帶上卡米娜 卡米娜作為隊長的話 他是會多一個星珠兼具的部分 會讓你的傷害會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這一隊在副隊長搭配 比起搭西蒙我會更推薦搭上卡米娜 會讓傷害上面會更穩定 官方的實戰也是這樣去做一個搭配的 好那再來的話 這裡在合體的當下 主要來介紹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這邊是帶四種效果 除了有基礎的回復力完全回復之外 生命力完全回復之外 還可以直接幫你儲滿龍脈儀 再來他還有一個四倍的自身攻擊力 四回合 在這個加成的情況下 會比較推大家要爆發的時候再開 開上合體 不然就先以這個 還沒有合體的形態先擋一下 那合體之後的傷害 平砍就是百億了 所以非常浮誇的一個隊伍 再來是他隊伍技能 他隊伍技能是炎制15秒轉珠 不過沒有必炎啦 所以遇到那種2秒轉珠的 敵方技能還是會受到小幅度的影響 再來是這個追打的部分 主要讓傷害更加的暴力之外 他更講求的是 面對那種專門的屬性珠 屬性盾牌 可以直接再多打一個火、木、光的這三種屬性 這是這隊隱藏的一個解盾能力 好再來的話 更多隊伍技能 跟之前的螺旋律最不一樣的是 他可以炸更多的版面了 總共是5x5 也就是5直行的一個部分的一個版面 超大的一個幅度 不過他跟之前大哥最不一樣的是 他沒有保底的天降 所以他這個 在首消combo上面 面對那種高康盾 主要還是靠主動技能來去做一個解決 這是這隊玩起來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是他的新珠回血的能力又變得更強了 原本大哥那一隊是引爆一粒新珠回一萬 這邊是直接回一萬五 我們換句話說 你引爆四粒新珠就直接回了六萬的生命力等值 就可以直接回滿了 所以回血的條件會比之前與大哥合體的條件更好了 所以這邊在面對這種回復力歸零的情況下 這個型態會有絕對的優勢 好那增傷其他增傷幅度就跟之前差不多就不提了 再來是合體過後的主動技能 我為大家介紹 總共帶兩個主動技能 第一個技能是跟成長前的西蒙差不多 一樣是帶界王拳 然後炸死化珠 不過更多了一個固定六種珠子的一個版面 那這個對應到的解版能力是除了可以觸發到最大的隊長技能倍率之外 還多一個光暗珠會轉出來 那這個在開上庸子之後 你如果要解光暗珠大家都有玩過嘛 就是覺得很麻煩 可能要關掉庸子 那不能有個爆發什麼的 在這個形態下 你可以不關掉庸子 也可以有這個光暗珠的解盾能力喔 所以這個解盾能力可以說是往上提升了 不過 取而代這一個型態是沒有無視攻前盾的部分 所以 如果你要真的那種有無視攻 有攻前盾的關卡的話 還是 用西蒙跟大哥的合體 會是比較 呃 好一點的 好 那這邊還多一個無視防禦 這就不提了 那主要這個型態大家可能還有一個想問的問題是 那這邊 庸子已經用來合體了 所以隊員 要練庸子複製了嗎 我覺得不用 因為這一隊的平砍能力真的很誇張 所以這隊 即使藏住不帶上庸子 也能有三四十億以上的平砍程度 這已經是 舊友的 呃 西蒙 開上庸子之後的平砍能力 還要再更上面的一個數字了 所以這隊在平砍上面 即使是不仰賴庸子 我覺得 他的傷害 仍然是現在的高標 所以這隊其實 呃 你 你大概練複製的庸子可以平砍百億 那看起來很爽 但是那只是易傷 所以 呃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複製人的庸子啦 因為這四個位子還有一個位子 我覺得你帶更多的結版能力 所以 的卡片會是更好一點啦 好 那再來的話 他的第二個技能是奇探的強化版 主要是15秒的牌珠以及增加combo 那 就 呃 面對 他這個這個技能是可以 搭配 大哥 呃 去做一個 增加三橫行再加上牌珠的一個能力 所以是可以搭配去做使用的 好 那這一個 呃 相關技能介紹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實戰了 那這個實戰是 呃 官方 官方的實戰片段 那主要是 小許以及百姓的 實戰的 那個 部分 好 首先看到這隊在一開始進場 跟之前雙西蒙 還沒有進化之前的形態差不多的玩法 一樣是很弱勢 然後一樣的形象只有三萬二 所以 這個好 主要還是走一個合體過後比較強的路線 這邊我們直接快轉到合體之後 好 這邊合體的當下呢 可以看到 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在四回合之內有自身四倍的界王拳的幅度 並且可以完全地回滿龍科 好 那這邊 呃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在 呃 有雍子的情況下 這隊 單就合體的 這個瞬間 會有多少的攻擊力 好 這邊 呃可以看到版面上面 攻擊珠子有火珠 跟大哥作為副隊長的新珠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 攻擊珠子總共是手銷三組的部分 好 這邊天降其實 喔 可以看到這邊炸板 五乘五 有沒有五 超狂的一個版面 喔他沒有完全地點完五乘五啦 呵呵呵 好不過這邊你可以看到這邊 很扯的一個攻擊力喔 這是多少 一百六十億 光是開上一張泳子 就有這麼浮誇的一個傷害了 所以這一隊可以說是之後 傷害的頂標水準 好 那這裡的話 來看一下更多的解盾能力 主要是開上這個主動技能 可以有固定的版面 除此之外 他也可以把這種 進小火的 盾牌去做一個解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傷害 因為這個是開上界王拳啦 所以傷害上面應該會 也更浮誇一點啦 四倍加上 哇 這個界王拳 六倍 呵呵呵 這真的是還要有多浮誇 看一下 這傷害已經來到了 多少呢 三百億了 呵呵呵呵 三百億 這已經是其他整隊爆發全開 可能都還達不到的數字耶 不過這隊大家也看出來 缺點啦 就是 整隊的解 解盾大概就只有那幾種 這三種的卡片 解盾的能力 所以現在要面對那種 鎖技啦 鎖技可以靠主動技能解決 這還好 那水公盾 是這隊比較沒有辦法解決的盾牌 哇你看這個版面 五成五 這整個五直行 這給它直接炸掉有沒有 你只要點中間這裡 砰 全部炸掉 哇舒服 不過炸掉的之後的版面 可以看到這個火珠 並沒有到太多 不像是之前會有 保底的天降 所以這隊 呃 仰賴這種兼具珠的感覺 又更大一點點了 好那 幾技能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這隊 技能就那幾個 你開掉之後後面就沒爆發了 所以這邊 你可以利用這隊的高血量特性 以及高減傷特性 來直接的 轉珠 這邊這種刺刺符石 只要它血量不是扣到一滴 其實都還是有辦法解決的 這邊看一下 實際手轉 這邊實際手轉 這邊 兩組攻擊珠子 三組攻擊珠子 兩組星一組火 這邊僅僅是四COMBO而已 這個很低的COMBO數 可以看到 這個傷害 已經是 有剋數突破百億的部分了 所以 以後傷害 要很高的話 找這隊 絕對沒問題 不過你也可以看出 這隊的缺點 相較於 與大哥的合體 這一隊 在 平常的COMBO表現上面 就真的不是這麼突出囉 兩COMBO 這個 如果是那種持續要求 平砍高康的 關卡 就真的比較不適合用這一隊了 那 這隊有個解套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他主動技能2 是可以直接增加COMBO 或是可以看到大哥 去做一個 直接 增加 轉珠空間的部分來增加COMBO 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面對高康盾 還是能夠解決 但是 那種 很多關都需要高康的話 那真的就是 比較遇到問題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極限的一個 輸出爆發 好這邊是 開上了 喔這邊 有沒有 排珠 排珠的一個技能 加上加COMBO 加上加COMBO 那這裡的話 只有首效3 直行的新珠 如果疊珠的話 應該樹就會更好看啦 或這邊很可惜 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 比較 高的一個COMBO數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它僅僅是這個 最後結果是 死一COMBO的情況下 的傷害 在開完龍刻之後 這個傷害是來到了 有沒有 也是 百億的一個水準 所以這隊 比起其他隊來講 傷害 更需要傷害的關卡 用這隊絕對有它的優勢存在的 不過解盾上面 可能就不是這麼優秀了 更甚至它 還綁定 只有這個系列可以 呃 帶上去 所以 呃 整體 來講 它的 傷害是有 但解盾能力 比較不足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要求 比較多的解盾能力的話 可能還是要 呃 沒有進化之前的 卡蜜 卡蜜娜 以及西蒙的組合 這一隊 它是可以再帶上 這個 其他機械組的 所以其實各有優缺點啦 各有優缺點 大家可以用 用不一樣的 關卡 有不一樣的型態 所以這大概是 這一隊 呃 實戰過的一個 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為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 合體分析 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